当年您回国和父亲一起来打这份事业的时候 那时候你理解他吗 我当时我不理解 他身边所有朋友都劝他 不应该把钱弄在大海里面 或者把钱弄在这个垃圾堆田区里面的 这位就是我老父亲了 他很年轻很年轻就去世了 我今天对国家也有这份的情怀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我父亲影响到我 我如何能够透过我的言行举止 证明我父母是一个好父母 不是看上一代给下一代多少的物资 而是看我如何做人做事 如何带领企业成为一个有担当的 有责任性的社会企业 反而我觉得这个是对传承更加重要的事 检草你也做过 这个职业有什么挑战 很大挑战 怎么样捡到你看这个高尔夫草皮 像一个苏格兰地毯一样 就是要打格子 高度的调整 草地上面的湿度 都会影响到你如何捡出一片好的草坪地毯 一起跑一跑 我跟你跑一圈吧 跑一圈吧 过去12年 365天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阻挡运动 真的是把自己的兴趣 还有自己的事业 跟完美地去结合 我们有一个使命 关而回着存在的意义 就是三个H Happy Healthy Harmonious Lifestyle to all 为大家创造快乐 健康 和谐的美丽生活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那么也是见证了改革开放 最迅速发展的这个时代 同时也找到自己的天和地 一个城市 然后把过去的老建筑 老的记忆 放在这 这个新跟旧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文旅融合 文化是灵魂 旅游就是载体 如何更好地把文化的理念 输入到旅游 从此用旅游的手法 来传播文化 我们香港土生土产的这波 中国香港人 一定要好好利用好这个机会 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如果为了舒适的话 你大可可以在 父亲原来打下的高尔夫帝国 不断地做加法就好了 可是现在你变成了 文化旅游家 改变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带领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和炒料 透过一个项目 透过所有的国际比赛 咱们去展现中国的软实力 思想也许可以到达任何虚拟世界 生活只能在大地上走出平庸 如何不错过最好的时代 接受理想应许之地 如何找到光 结果 结果未必如初心所愿 但我愿相信 有一种开始 本身就是传奇 这一次我们不只讲述成功 我只想和他们和你们提前出发 以科技之名向未来致意 登陆时间第三季 发现传奇 我老父亲了 他 还很年轻 很年轻就去世了 你见过他没有 我没有见过他 很遗憾 刚刚前天才还是他的生计 如果他今天在世的话 他刚刚71岁 他离开的时候是61岁 生前没有跟他去做个任何的良多 就是只是靠图片 还有透过他的衣服 这样来去重新来布置的 你觉得这个雕像能够体现 他当时生前的这种应容相貌吗 绝对 绝对是 他是一个笑容非常灿烂的人 然后 在九十年代就开始做高尔夫的世界杯 当时真的没有人反对吗 或者说再忧着点 太冒险了 有太多人了 连我母亲都劝我父亲要慢慢来 不要给自己增添这么大的压力 其实我父亲很早就已经来到内地了 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感人 就跨越罗湖桥那时候就来到深圳 就做工业 后来也是邓小平先生南巡之后 他说改革开放要更加推进 深圳又成为经济特区 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深圳 所以我父亲那时候就说 既然有这么多的外资企业要进入深圳 就需要更多的国际配套的服务设施 从餐厅到体育 那么这个高尔夫 就是一个非常吻合外国的一个营商的工具 还有也需要五星级酒店 国际餐饮美食 所以他就开始从事这个旅游产业 体育产业 92年才开始选这个片区 然后94年在建设过程中 就开始去增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文体明星过来拜访 让更多的香港朋友走进内地 促进更多的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工作 他所做的一切 真的不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去做 而是真的有一份家国情怀 他曾经也说过 就是他所有的投资 永远是留在我们国土里的 是搬不走的 他就是透过这个项目 在深圳东莞的郊区这里来去落地 改变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带领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和炒料 透过所有的国际比赛 咱们去展现中国的软实力 我觉得感受最深的一点是 采访观兰湖 老父亲的雕像 远远的凝视着他 在那个曾经是一片荒地 他们两父子 这两代人一起去开荒拓土的那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那个位置是代表了 他这样的一家企业 这样的一个家族 一直在传承 就像我们深圳的拓荒牛的精神 把肺变成宝 把屋变有 把一片贪图 一片垃圾场 变成了今天的观兰湖 刚刚开始接受家族事业的时候 你觉得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 刚刚开始你说的是刚刚毕业后 毕业后那时候其实一点都不艰难 接班那时候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刻 刚刚回来就是一张白纸 有很多老师 也不需要带领任何人 只是在共同工作 相当于在一个team里面 对 as a team player 那么我真的是公司 所有的基层部门 我全部都参与过 相当于你要把这个事业里面 所有可能出现的难处都要自己先经历一遍 这样我觉得对我是非常好的锻炼 才能够理解整个运作不同环节的过程 这样的话才可以后来做主管的时候才懂得提更好的要求 现在想想啊 如果是沿袭着父亲当年的路继续走 或许也走得会很舒适 可以去复制他的成功 可是我们看您并没有这样去做 你反而是在不断的不断的去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让自己不那么舒适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 从小有一句话 我听到想到我都会很恐惧的 很怕的 这句话就是创业难守业更难 那么我在想既然守业更难在我接班后 我在想不如我做创业吧 可能没守业这么难 那么的确 透过这个创业过程中 也激发了整个团队的这股士气 怪不得 我看此前有一个文章 有一个媒体是这样评价说 如果为了舒适的话 你大可可以在父亲原来打下的高尔夫帝国 不断的做家法就好了 简单的变成高尔夫家 可是现在你变成了文化旅游家 在你的心目当中去怎么定义 现在打造的这样事业新的版图 在自从这个升级版的灌难户之后 把文化加入到旅游家 充分展现了我们这个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理念 用文化的理念来发展旅游 同时用旅游的手法来传播文化 因为文化是灵魂 旅游是载体 那么透过手艺共返 去到我们海南的电影公社 生态体育公社 加入这么多的新的文化元素 先喝点水 好好好 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你来说这是你每天都要跑的 是 谢谢你接受我的邀请 一大早就来一起运动 你太牛了 像这样的一个运动习惯你坚持了多少年 过去12年 365天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阻挡运动 就算生病也有运动 灌篮湖几十年在做体育体育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片和标签 二者之间也是有直接关联的 真的是把自己的兴趣 还有自己的事业 跟完美的去结合 就把灌篮湖打造成为一个文化体育旅游的综合品牌 我们有一个使命 灌篮湖的存在的意义 这是三个H Happy Healthy Harmonious Lifestyle to all 为大家创造快乐健康和谐的美丽生活 所以我们很幸运啊 你看我们前天还在那些镇最大的高尔夫球场 然后今天就来到了最大的足球基地 要不我给你跑一圈吧 跑一圈吧 您看从朱先生当年是爱国爱港实业家 到现在您是湾区的超级联系人 这两个身份之间其实已经跨越了三十年 您觉得这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吗 您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角色 觉得有很大的联系 就是我今天对国家也有这份的情怀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我父亲影响到我的 那么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毕业后就是95年就回到深圳 回到来内地工作 从事自己的事业发展 那么也是见证了改革开放最迅速发展的这个时代 同时也找到自己的天和地 也包括自己的自信心 现在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 我也希望能够感染和传递给更多的香港年轻朋友 能够做到总书记希望我们香港人做的那四件事情 就是积极主动融入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 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促进国际人们交流 还有积极主动参与国家自理实现 那么这个就是我作为新一代的超级联系人 可以做的一个工作 现在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国家给予我们港人有这么多的利好政策 这是一个最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时机 我还记得应该是六年前 就是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 我们也是因义而结缘 工匠精神 当时就是中国文化部 费医司的一场活动 就是放在观兰湖 也就是说 其实您做传承和工艺和工匠 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多年了 过去这六年 不单只是吸引很多内地的 喜欢原创设计 手作体验的朋友来这里体验 同时也吸引了真的是大湾区好多朋友 特别是澳门香港的很多 喜欢工程精神的 喜欢穿客 穿衣原创设计的游客 还有运营者 都来参与到这个手艺工厂这里里面 去做展销 展览 是不是在这个平台上 你会觉得超级联系人的这个角色 会发挥的更好 完全是 因为 观兰湖对于很多香港朋友来说 就是一个两代香港人在内地 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世界品牌 那么不是所有香港人都都都都懂得去做客串 但是 好多年轻人还是喜欢文化 餐饮 零售 娱乐 那么这里就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那么在这里来创业 最高峰期的时候这里有300多家 香港的年轻人在这里工作啊 开办自己的事业 包括最近还有 配合我们香港特区政府 举办的这个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就是让应届毕业生在疫情后 香港失业率这么高 如何能够让他们融入国家的发展道局 就给他们一个就业的机会 我们也聘请了应届毕业生有50名学生 就来到这个园区里面去工作 所以我觉得的确 超级联系人 我绝对能够承担的一个工作责任 超级联系人 它不是一个抬头上或者是字面上的意思 它其实不是那么的高高在上 它一定要落实成为一个又一个项目 一个又一个人才 一个又一个很具体而有形的创业梦想 之所以如此的关注朱氏家族 关注观兰湖 其实我们恰恰希望在他们的创业的两代人身上 看到湾区建设的青春正当时 也让更多的湾区青年人 香港的年轻人来到祖国的沃土 就像这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代人的传承和事业一样 无论是对于文化还是对于旅游业来说 其实这两年是相当艰难的两年 疫情一开始 无论是对于我们在深圳的项目 还是在海南的项目 海口的项目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冲击 当时开始冲击的时候 你做好了这样的应对吗 疫情开始的时候 这一点的确大家都预见不了 也有点反应不过来 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时候 因为整个关兰湖两个大本营 已经有一万四千多人 间接的也有一万多人 加起来真的是接近三万人在这里工作 那么突然间一夜之间就要停厂 第一时间做了什么样的战略调整 我们就不断地在透过这个旅游家的不同体验 跟这些青年的群体消费群 更好的去对接 例如说 我们这里就成为了华南区最大的 宠物友好性度假区 那么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事情 但是这一点就能够给我们带动了 真的是双位数的一个增长率 那么就很自然就看到 很多的世代同堂一起来了 因为又想年轻人 又想照顾父母 又想带着 同时也带着孩子 也带着自己的宠物 一家多人一起去到一个旅游度假区 就住上好几天 这个消费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转变 如果让你做一个单选题 灌篮湖这几年的事业版图当中 你觉得最骄傲的一个项目是什么 最骄傲的工作我觉得 是不是很难选 我自己最喜欢可能是南洋街 无法抹去也无法离开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记忆或者是一个时代的地标放在这里 我小时候当然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时代 但是很回味 看到这些以前都是看到很多老的香港广州 包括现在在海南投资发展 也看到很多海南老照片 都是这些七楼老街 那么我特别喜欢就是中国最大的三大人口 天移的时候全部都是下南洋 大家成功了之后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贡献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承载着很多很多人文文化 然后同时也让我想起我老父亲也是这样 他在香港土生土长 但是也回到内地也做出好多的贡献 同时他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电影公社 该在海口永远都是留在海口永远都是搬不走的 怎么样呢 你最喜欢你最有感觉是哪个建筑物啊 高点 或许百货 立安百货 就很像铜锣湾的感觉 在海口这么一个万物更新的地方一个城市 然后把过去的老建筑老的记忆放在这 这个新跟旧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代表了文旅融合 文化是灵魂 旅游就是载体 如何更好地把文化的理念输入到旅游 从此用旅游的手法来传播文化 当年父亲离开 把这样的一个企业帝国交到您手上的时候 大概的资产是在两百多亿 而在前年我们看到观浪户已经超过了三百亿 您觉得财富或者是个数字对您来说是传承最重要的意义吗 财富对传承是有意义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意义 能够让一个家族能够传承的 是它的核心价值观 core value 我如何能够透过我的言行举止 能够证明我父母是一个好父母 不是看上一代给下一代 多少的物资 而是看我如何做人做事 如何带领企业 能够成为一个有担当的责任性的社会企业 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公民 有担当责任性的社会公民 那么就是透过这些价值观 如何一代传一代 反而我觉得这个是对传承更加重要的事 你看我们跟随朱博士 从深圳灌篮湖到海口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是在跟我们对话 其实也是在跟老父亲对话 他身上这两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传承和穿越 看到了不同的故事 朱树豪先生当年是被誉为爱国爱港的实业家 而今天的朱鼎健博士是香港超级联系人 时空变化了 人变化了 名称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那份坚韧 那份坚守 和那份加过情怀 其实从来没有变过 您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吗 绝对是 从儿立之年到不惑之年 用一句话来概括您最大的感悟 感悟是接班 突然间一夜之间都成为这个家族 这个事业最大的那棵树 您最喜欢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剧终 父亲和自己说过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将情捕捉 接班后做过最艰难的决定是什么 最难的决定是再创新 不做首页 我希望社会能够认同我是一个传二代 一个情二代 您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能够做一位有淡淡性的社会公民 用一句话说明 灌篮湖是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当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希望能把灌篮湖能够成为 中国人用双手打造的一个世界文明的文旅品牌 给自己接手以来 企业的成绩打一个分数吧 从一到一百分 因为我是一个完美追求者 所以我还是今天给自己七十分 灌篮湖未来会走进祖国更多的城市吗 一定会 江港澳门的创业者 年轻人员 如果你不知道 湾区会给你什么 你可以看看和国刀的故事 可能在很多人工智能的明星企业当中 你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今年普通签下来的 从那个收入来说 我们应该是潜力 你觉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还早知道 太 我们要做第一 你心目当中 科技企业要够狼心才行吗 不要 要你把底层技术做好 把产品做好 才能做到最远 你们的产品确实不是差 怎么去推荐 所以都很重要 其实我也有个希望 通过你比较强的团队 也能带他走进大湾区 这么短的时间 然后见完两个投资人 会觉得累吗 习惯就好了 这是一家很努力 很拼的企业 是抓住我关区的头壤 努力在生长一些小草 它或许某一天 会变成一棵参天大树